诗篇76篇里面 我们看到它可以归类为一种得胜诗 一种赞美诗来称颂神的内容 这个诗大体上我们看到结构其实非常分明 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对神的百姓 一部分是对万民的 对神的百姓也分两个部分 前一个部分就是讲到神与百姓的关系 一解到三解 第二部分就是四解到六解是谈到了上帝实行拯救 拯救他的百姓 关于与万民或者说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非神的百姓的关系 首先第一我们看到七解到八解里面 谈到了七解到九解 谈到了上帝实行审判 对他们实行的审判 然后十解到十二解 就我们看到最后万民归向上帝这样的内容 我们来逐部分来看 首先第一部分就是关于神与他的百姓的关系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解里面说到在犹大在以色列 二解里面一撒冷和西安 这个是非西伯来是常见的这种对对称的关系 在犹大在以色列其实都是一个一个意思 虽然南国北国分裂之后 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都是统称作为神的百姓 为什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亚雅各 什么伊法莲纳等等 比亚米纳等等 很多的时候用部分代替全部 所以不一定非指这个就是犹大 所以这是一种诗歌的表现方式 都是指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 不是政治上的这个犹大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这个概念 是用来指神的百姓 那么在犹大上帝为人所认识 在以色列他的名在人的心中是被尊为大的 其实这两个意思是非常相仿 人们认识他 人们认识他就不可能不尊他为大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与他的百姓的关系是 上帝驱救他自己 上帝向他们歧视他自己 所以他的百姓才能够认识他 上帝是主动创造的神 上帝主动实行拯救的神 上帝更是借着他应许向神的百姓歧视他自己的神 然后赐下应许实行拯救的这样神 神先找到亚伯拉罕 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跟着他父亲 塔拉吧 在迦勒底的乌尔 他父亲是制造偶像贩卖偶像的人 那不晓得亚伯拉罕有没有参与到败偶像里面 古代近东那个时候祭祀的话 礼拜的话 基本上是家族性的 难免他也是个败偶像的人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适当的推测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敬钱的民 不是敬钱的民 他也是一个不敬钱的人 但是上帝却主动显现 呼召他 介绍自己 启示自己 然后应许给他 这就是恩典 上帝去救自己 不但没有以审判主 面对一个亚当的后裔 向他施怒 而是在罪人当中 在泥巴一样的人当中 他主动的拣选 呼召 那个他所拣选的人 所以这里面唯一人所认识 神之所以能够被我们认识 是因为神仙爱了我们 神仙决心了我们 神主动向我们启示显现 否则我们不可能认识 最强有力的见证 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不是犹太人 我们的祖先不是敬畏上帝的人 虽然上帝在中国的语境当中 佛教徒也好 中国古代文学里面 作品里面有上帝这样的词汇 但是跟西伯来人的上帝 不是一回事 不要以为翻译圣经 是用了同一个上帝的词 就以为我们过去的先祖们 似乎得到了神的启示 圣经里面的上帝 耶和华上帝 像我们想 你看有上帝吧 中文翻译版是用了那个词 所以不要以为是同一回事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我们这些从来不认识上帝的人 属于外族人 甚至我们有自己民族的神的概念 自己民族的偶像 信仰是背逆神 不是敬拜神 不敬钱的后裔 但是上帝却借着宣教士 借着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们 我们才得以认识这位圣经里面所启示的 创造的 审判的 实行拯救的上帝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犹大 以色列 我们就想到亚伯拉罕之夜 想到之前他们也是无知悖逆的百姓 上帝主动向他们显明 他们才得以认识神 所以这里面说到上帝 屈就他自己来寻找罪人 向人去显明他自己 以至于我们 他自己被我们所认识 那第二节说到撒冷 耶路撒冷城 西安 西安山 西安山上有耶路撒冷城 那这里面说到了地理位置 上帝立自己的名 在那个山上 上帝拣选了那个山 虽然历史渊源说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山 然后大卫平息上帝的这个 瘟疫数点人数之后 在献祭的那个拿梗河场 最终就成为建立圣殿的根基 所以上帝拣选这个地方 特意作为立自己立名的地方 建立圣殿的地方 上帝愿意在那里显明 他是那个曾经灵格在 列祖献祭的那个坛 向他们显现的那位上帝 在那个时空里面 在祝坛的那个地方 向他们显现 然后上帝也是在西南山上 在那个地方向他显现 那个地方就成为圣地 在旷野当中 上帝愿意显明 他是在会幕中 灵格在会幕当中 当他们照着摩西 所领受的律法 要求指示去建造会幕 组建会幕 支大会幕 献给神的时候 神的荣耀 烟气荣耀充满了那个殿 以至于祭祀 无法进去侍奉 所罗门时代也如此 所以那个殿就成为神 立明的地方 表明神与他的百姓 同住的这个概念 然后后来我们看到 定居以色列地 在雅甲待了一段时间 后来到了这个 过了世世代代 到撒末尔世纪时代 立两位王 然后第一代王 废取第二代王大卫 要建殿 结果上帝 让他的儿子 所罗门给建殿 建殿之后 献完殿 又神的荣耀 再次充满他们 表明 那个是立我名的地方 我要在那里 与你们相会 无论你们在何处 向着那个殿 导过我就听 这个是记号 表明神同在 神愿意在他百姓当中 居住的 以他们为居所的 这种心意 所以可建的圣殿也好 圣山也好 表明神拣选了 他的百姓 表明神与他的百姓 同在 上帝是这样主动的 亲近他的百姓 与他们同住的神 同在的神 那后来我们知道 以马内利最巅峰的 在历史上最巅峰的形式 就是上帝亲自 披带肉身 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上 人要称他的名为 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这位神 亲自披带肉身 行走在巴勒斯坦地区 与那些门徒同在 当他完成一切 救赎工作之后 升天之后 赐下圣灵 永远与他们同在 另一位宝会师 就是基督的灵 真理的灵 与他的百姓 同在的时候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我们看到 神就借着他的灵 三爷上帝 借着圣灵 住在我们心里面 就与我们同在 因此我们今天 不必要仰望 耶路撒冷 我们不必要仰望 圣殿 我们只要铭记 耶稣基督的灵 借着他的应许 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与我们同在 特别是教会 在宫礼拜当中 两三个人奉主的名 聚集的时候 聚集的会议的时候 上帝就在你们中间 就在我们中间 就像我们这样的聚集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 上帝与我们同在 是极大的祝福 这是与其他的自然人 天然人是无分的 他们没有办法领受这个福气 这个是唯独经过基督的救赎 蒙恩的神的儿女们 才享有的特权 亲近神 礼拜神 与神相会 与神交流的这样的恩典 上帝竟然屈就自己 竟然住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 保罗在哥林的后书四章里面说的 有宝贝在瓦器里面 那个至宝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 我们如同卑贱的器皿一样 但是上帝却愿意 以我们为殿 住在我们中间 这是表明他对我们的怜悯 透过救赎恩约 与我们同在的这位上帝 不但如此 我们看到三节往后 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 盾牌等等 一种战争的场面 耶稣华就以一种勇猛的战士的一种身份 一种角色表现出来 他折断那些攻击他百姓 攻击圣城的那些兵器 无论是弓还是火箭 无论是盾牌 是刀剑 征战的兵器 都被他摧毁 这个图画 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 让我们历历在目 印象非常深刻 法老的军兵 带着尖锐的战车 在当时埃及是世界强国 他们最出名的就是马匹和战车 甚至后来多年四五百年之后 那个那个时候 他们仍然是从埃及购马 马匹和战车 所以他这个是非常强大的 当时的法老就是因为 耶和华的眼目看他们 结果他们的车轮就断了轴 马就跌倒 然后这些等等 所有强有力的攻击的武器 都在上帝的面前 被上帝所摧毁 使他们丧失战斗力 这个场面就是描述这个事情 所有攻击神百姓的 那些筹划的力量 资源 武器都将失效 因为耶和华是他百姓的神 他要保护他 他要与他们同在 他与他们同在 他要为他们征战 亲自击溃他一切的敌人 所以弟兄姊妹当读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想到在基督里 我们成为神的百姓 上帝基督应许我们 另一位宝会是与我们同在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他就继续保护看顾引导我们 今天有的时候 上帝为了训练我们 暂时允许我们经历 各样的逼迫患难试炼 这是为了成就他的美意 与基督一同受苦 一同得荣耀 但是在上帝所不允许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的工具 恶谋 筹划 力量 可以肆意的去攻击我们 因为旧约圣经里面 无论是亚伯拉罕之约 与你为敌的 我就与他们为敌 祝福你的 我就祝福你 所以我们是在信仰里面 是亚伯拉罕之后 一同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 特别是我们与基督联合之后 基督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 那些攻击教会的人 其实就是攻击神自己 所以保罗在悔改那瞬间的时候 听到耶稣 复活的耶稣 复活的基督跟他讲 为什么逼迫我 保罗分明是逼迫那些 他认为异端的这些基督徒 但是耶稣却说 你逼迫他们就是逼迫我 因为你逼迫了基督的身体 是成为一的 一个共同体 基督的所有的荣耀 都祝福成就的功劳 都算在我们头上 同样如果有人苦待主的教会 那么就是对神的逼迫 所以这种生命的 这种恩约的联合 这个是很了不得的 上帝必要保护我们 看顾我们 亲自替我们征战 因此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 要知道自己的特权 也晓得我们某一些方面 我们可以刚强转的 如果父不允许 无微不至的 连我脱发的现象 每一根头发都在神的允许和 看顾之下 才飘落 才脱落 这个也在神的允许当中 如果不做check 耶稣 我们的主 如果不统治 不允许 那某一个编号的头发 他也不可能脱落 脱落 所以上帝如此精细的看顾我们 更何况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呢 因此弟兄姐妹 我们要懂得 投靠上帝的眷顾 上帝应许我们 已经去再眷顾我们 看顾我们 他也无时无刻 像旧约圣经 在我们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 耶和华也必照样围绕他的百姓 他在保护看顾我们 在眷顾我们 这个事实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以信心去接受 不是说我信神 就神就成为什么样 而是神就是这样 我知道的时候 透过圣经 知道的时候 我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这个很重要 弟兄姊妹 虽然我们可能在这个世上 看似很平凡 但是我们不是普通人 我们是有基督的印记 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用基督的保学所 分别为圣 买来特归于基督 属神的百姓 我们是属天的百姓 在地上是客里 是寄居的 我们在地上有神的使命 因此我们一定要留意 不要忽视自己尊贵的地位 所以纵然神 允许我们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 会遭遇逼迫 患难攻击 误解 毁谤 迫害 伤害 欺负等等 但是我们要仰望那个 看顾我们的神 那个四面环绕着我 与我同在 去坐我的盾牌 山寨保护我的神 他亲自要替我征战 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没发生 不是因为事情没有 而是可能上帝已经把 事情消灭在未然当中 已经为我挡住了很多攻击 有些事情 上帝允许那些事情 闯入到我们生活 但是可能是有更深的美意 为了训练我们 操练我们 或者教导我们学习谦卑 对今世丧失那个眷恋 让我们更好地去盼望勇士 去更多地去亲近他 寻求他的特别的恩典的目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神不只是 是以色列的神 向他们显现的神 围住在他们中间 与他们同在的神 而且在他们中间 不是那么躺平 而是亲自无时无刻的 昼夜的 不睡觉不打腿的 去看顾他们的神 相比之下 我们看到与那些恶人 不敬畏神的人 却完全不同 那个后面我们就不讲了 都是描述神亲自征战 为他们征战的这样的内容 如何实行拯救 废除那些武装 解除那些攻击我们的兵器 使那些军人 使那些武器丧失 战马什么战车都沉睡 等等 对神对我们保护 废除他们攻击的力量的一种表现 那七姐到后面呢 就谈到了他与神百姓之外的人的关系 你唯独你是可谓的 你的怒气一发 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 你从天上使人听审判 这里面就说到了对应的 大家要注意这个结构 这个四个段落呢 外层的对应的是 与神百姓的关系 后面是那些 其他的万民与神的关系 中间呢 第一段是神实行拯救 然后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七姐到九姐是 神实行审判 对神的百姓实行拯救 对那些不是神的百姓 非神的百姓实行审判 所以在这里面说 你一发怒 怒气是表明神的公义 圣洁 上帝发怒是表明神的这种审判 然后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 上帝起来实行审判 要救地上所有的困苦人 前面描述的那些攻击神的百姓 神的城面临着恶人的攻击和围绕 忍受各样的痛苦 岂是不是也让我们勾勒出来 那些殉道者 那些遭神毁谤 被逼迫 被杀 被攻击的 羔羊的城 受到敌人的攻击 但是神亲自要实行审判 要征战 所以那些恶人 那些不敬畏神的人 虽然使神的百姓在地上遭遇困苦 但是终究有一天 神要实行审判 在审判面前 他们只能恐惧站紧 然后静默 没有什么可说的 没有什么可辩驳的 没有什么可张扬的 只能是在那承受审判 所以弟兄姊妹 这也是成为安慰 前面是讲到回顾性的 上帝如何拯救我们的百姓 后面讲到审判是前瞻性的 将来有一天 上帝最终要实行审判 所有的恶人 对待神百姓所行的一切的恶 上帝最终有一个清算的日子 大而可畏的日子 要实行审判的日子 区分山羊绵羊的日子 那些不敬畏神 不侍奉神的人 都要遭到神的咒诅和审判的人 那个日子一定来 那些苦待神的百姓 其实就是敌大神 他们恨你 以前已经恨我了 他们逼迫你们 以前已经在恨神了 他们之所以恨你们 是因为恨神的缘故 认识神的 必然认知你们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我们看到 最终神要审判那些恶人 因此对我们 我们要知道两点 第一是客观的事实 将来一定要审判的日子 所以我们有盼望 将来有清算的日子 那是世界的末了 最终人类历史 画上旧的世代 要画上一个句号 要开启新的纪元的那个时代 虽然现在在新约 耶稣基督已经开始了 但是完全旧的世界废除了 被更新之后 那是完全是 被成全的另一种状态 第二 第一是将来那个世界 让我们盼望 第二 给我们带来安慰 现在虽然受苦难 受逼迫受欺 但是我们知道 上帝都知道 上帝都记着 最终一定会实行审判 因此我们就不至于绝望 我们知道有为我们申冤的 有那个见察人心的神 有按照我们所行的来判断 我们敌人的这神 谁能站在他的面前呢 他从天上 叫人听判断 他必要实行审判 所以弟兄姊妹在地上有的时候 基督徒像被宰杀的羔羊 默默无声去忍受 为义忍受各样逼迫的理由是什么 起书里面我反复强调 写给当时的教会 让他们那时候正处在逼迫患难当中 让他们知道 他们能够忍耐到底 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 起书里重复出现多次 为什么能够忍耐 因为他们知道最终有一天 上帝会赏赐他自己 为义持守真道 那些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和 忠心到底的人 上帝给他们赏赐和称赞什么 他也知道最终这些逼迫神的百姓 逼迫围攻神的圣诚的那些恶忍 最终的结局是什么 所以给他们带来了底气和盼望 不至于绝望 不至于神啊 你在哪里 我遭灾的时候 为什么不看顾我 不听我的祷告 不实行拯救呢 不至于这样疑惑 反而更加确信 终究有一天会 上帝会赏赐 上帝会实行承判 所以他会忍耐 给我们盼望 给我们底气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世上 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 上帝最终要实行审判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要忍耐 因基督的名 为基督的缘故 学习顺服的缘故 要忍耐 最后十节到十二节 就说到了 神与那些不幸 敬列国万民的这样的关系 人的愤怒终必称谢你 当然我读的这个版本 是这个和和本修订版 那个原本的和和本 可能是这样说的 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 然后你要以人的愚怒诉要 这里面说人的愚怒 你要禁止等等 要向耶和华你的神 上帝许愿等等 如何如何 他要挫败王子的傲气 等总之呢 上帝和他们的关系 是一种对立的 一种约束的 一种这样的关系 不像前面那种亲密的 就近的 让我们安息的 保护的 眷顾的 而是一种敌对攻击的状态 反而对他们说 你们当向耶和华 上帝许愿还愿 他四位的人都当拿贡物 献给这位可畏的主 大而可畏的主 值得称颂的神 统治万有的神 实行拯救的神 实行审判的神 发怒的神 圣洁的神 可畏的神 你们应当照着他 应当受的敬畏 去敬畏他 献祭物给他 就是归信他 去礼拜神 应该去尊荣神的意思 这是被造的人 当有的本分 但是堕落了之后 人忽略了这个本分 就脱离神 过着任意枉为的生活 不敬拜神 不是奉神 所以上帝要使王子的傲气 王子是在地上 多么有权威的 上帝要让骄傲的人 降杯 折服 使他们除去 他们一切的傲气 君王 向他们地上的君王 显为可畏 君王在地上 已经是 像古代近东 那些城邦国家也好 联邦的王也好 单独的小城的王也好 他们再牛叉 在上帝面前 他也恐惧战尽 因为神是才是 最终万王之王 值得可畏的那位 所以透过诗篇 整个76篇 我们看到 让我们看到 上帝那种得胜 上帝那种征战 上帝那种主权 上帝那种统治 上帝那种辅救 他的百姓 示恩给我们 眷顾我们 为我们征战 保护我们 并且为我们申冤 为我们征战的神 因此我们要投靠他 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 上帝向那些狂傲的人 攻击神 不敬前神 发出愤怒 最终定了审判的日子 所以弟兄姊妹 这也是紧扣诗篇 第一篇 这个整个诗篇的序论 敬畏神的 和不敬畏神的 义人和恶人之间的区分 活着的时候 义人呢 如同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树 昼夜思想神的话 爱神 礼拜神 照着神的话去行 如同一棵树 最终结果子丰盛 相反的 那恶人呢 他们却如同康疲 最终被风吹散 被销毁在烈火当中 这两种人 恶人并非如此 却不是这样 所以这里面 也对比出两种人 一种是 蒙神怜悯的百姓 另一种是 不敬畏上帝 攻击神 抵挡神 和他的教会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 透过诗篇76篇 我们既知道 这样的事实 让我们从中得到安慰 也带着盼望和忍耐的心 每一天 在细小的 这些逼迫 这些不义的事情面前 学习忍耐 学习依靠神 学习仰望神 学习投靠神 学习从上帝那里 得到保护 安慰和力量 然后带着盼望 甚至为那些恶人祷告 为那些不敬畏神 逼迫我们的祷告 甚至能够去连灭那些恶人 所以帕王弟兄姊妹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 依靠神 私下神 不断地从神的话 里面得到安慰 虽然我们身边 可能没有像经文当中 那些明确的 要夺我们的命 攻击我们的人 但是不同程度 我们因着信主 一定会受到逼迫 不同形式的逼迫 或者有一些 在公司里 在学校里 或者等等 在你的生活圈里面 有一些人 总想坑你 害你 这样的人也有 那我们如何去面对 我们如何去 甚至有些政权 去对仇视教会的 想消灭教会 这样的 总是去打压 逼迫教会 这样的政权 我们如何去面对呢 盼望十篇 七十六篇 带给我们 在今世充满 逼迫患难的今世 依靠神 从神那里 得到保护和安慰 然后带着盼望 去忍耐 所以愿神祝福 大家我们这个时间 一起来祷告 我们同心合意的 迫切的 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